美股有个段子叫做 一顿分析猛如虎 涨跌全靠特朗普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下午发推特 宣布叫停与民主党就新一轮的经济纾困方案的谈判 美股直线大跳水 然而仅仅几个小时之后 他又发推特表示 愿意签署包括支持航空业 薪资保护计划在内的一些独立刺激措施 受此影响周三开盘美股大涨 根据华尔街一些分析师的观点 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 他们对于美国股市和美国经济的立场 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说白了谁上都可以 但是关于政府的纾困刺激措施 以及疫苗研制进程 这才是他们最关心的 近期特朗普出院之后 在社交媒体上频频发出 左右纾困刺激计划的言论 令美股波动十分剧烈 目前虽然1.6到2万亿美元的 大规模刺激方案 由于僵持不下被特朗普叫停 但是如果250亿美元的 用于航空业的薪资支持 以及1350亿美元 用于小型企业的薪资保护计划 能够被批准的话 对于目前的美国经济以及股市来说 将会是一剂强新剂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